从2005年首次来到大陆至今 郑文青的创业足迹踏遍大陆沿海地区和内陆 经他牵线 数十位台湾青年台胞跨越海峡 与大陆青年携手注目 谈及大陆十几年的心得体会 郑文青笑称家庭便是他的最大收获 近日郑文青向中心社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第一次来大陆是2005年的下半年 跟几个朋友合伙做一些两岸贸易的生意 然后我就负责大陆这一团的采购 频繁的两岸往来 让他对大陆这片热土从陌生到向往 再到决定扎根 与选择直接创业的台湾青年不同 郑文青选择了先就业 以快速熟悉和融入大陆的环境 青年到大陆想说在大陆 毕竟还是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比较好 所以先找了一份相对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工作 但当初碰到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 所以其实并没有在那份工作上取得太好的成绩 但来大陆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创业 2009年起 郑文青决定辞职创业 他先后在大陆多地投资过火锅店 奶茶店 贸易公司等 涉足多个行业和地区 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喜欢多元化的生活 就只要是我觉得有兴趣 然后我自己觉得行有余力的 我就会去尝试看看 在大陆环游记的经历 让郑文青更加了解大陆的市场和台胞的需求 2016年 郑文青随团队来到南京 而这一次 郑文青不仅聚焦自身创业 更用经验成为一名台湾创业青年的百度人 为更多台湾青年牵线搭桥 来到大陆创业就业 南京确实有它的一些区块优势 它的位子其实刚好在这个南北 这个交通要充的中间 比起上海它可能生活成本没这么高 那比起其他地方 它更贴近长三角的一个商业中心 对于在南京的扎根和发展 郑文青表示 南京出台了一系列汇集台胞的政策 当地台办也提供了非常贴心的服务 这也是其企业能够在当地 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在于说 出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有一个娘家可以去问他们 台办现在固定 每年也都会安排台籍的孩子就学的问题 那后院的事情解决了 我们才能够专心的去拼事业 台办很多包含一些在活动上面 也让我们去扩展事业 认识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个优秀的台青 那包含南京本地 有很多不错的商业资源 郑文青看到了大陆蓬勃的市场前景和消费活力 对于目前的工作 他充满信心 现在我在南京有两个公司 然后有一个主要的平台 我这个平台是中华两岸交流协会 讲述代表处 在里面负责两岸科技产业 主要一两岸为主 办一些人才商务的对接的活动 当我把人才跟商务都落过来 常常角落过来南京之后 它其实需要后续的一些 包含这个知识产权 包含这些科技设备 科技人才方面的一些 来协助他们落地 十余年在大陆就业创业的经验 让郑文青更为了解台胞的需求 也更知道如何与他们切合 在他看来 目前大陆处于从传统的世界工厂 向世界市场的转型过程 两岸青年有非常多的机遇 我们现在看大陆机遇还是很多 现在有5G建设 有新能源建设的一些 其实都是台湾传统这个科技产业里面 人才可以去对应的项目 那另外包含乡村政行方面 其实我都认为这些人才可以多到大陆 对于两岸青年的发展 郑文青特别看重携手 不要单打独斗 也不要只跟台湾人在一起 你必须去了解当地文化的人 做一些融合 做一些探讨 才能知道另外的方向 当谈到起来 大陆多年最大的收获 郑文青则笑称 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家庭 最大的收获当然是 认识了很多朋友在大陆 我在大陆娶妻 娶了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帮了我很多忙 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带给我们家庭很多的快乐欢笑 那也是我在大陆 这个积极奋斗最大的后盾